就叫大行 你们念无量寿经念的很多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个个都是修的普行星 每一个人呢 那个星亮眼光的元大 跟阿弥陀佛一样 跟阿弥陀佛看齐啊 那个行持就叫做普行星了 那么我们再要谈到 佛法修学的层次 层次 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 信皆行政 第一 你也有信心 如果对佛法没有信心 你就不能接受了 可是对佛法要产生信心 实在是这样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世出世间话里常讲 日盈分 佛法里面讲的 善根福德应援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应援 这个事情就难了 我们仔细想想 这个话的确很有道理 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念书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 社会上曝出民心 大家都把佛法看成民心 所以我们从小 那个观念里面 这个东西是迷信 没有法子接受啊 那么佛教表现在外面 那个样子呢 也真的是迷信 在这个台湾呢 因为地方小 大陆上几位法师 到了台湾 常常有讲经说法 在大陆上没有啊 到以后我们才明了 大陆上能够讲经说法的法师 大概不到十几个 国家那么大 复原那么大 所以只有在几个大都市里面 才有法师讲经 像我们住在这个农村里面 小县市里头 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讲经的 只听到说和尚念经 没有听说过有讲经的 所以表现的都是度死人啊 这个四面 他们跟死人往来啊 都跟他们发生关系 好像跟活人没什么关系啊 完全不能说 最年轻的时候啊 走教堂 走基督教教堂 还听听牧师讲讲道 有的时候听说还蛮有道理 凡尔佛法还不如他们 来不见 我们在这边